让大家看看我们河南今年玉米的掌势情况 很不尽容人意 我掉不尽的让大家看一下 现在站在是乡间小路的中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边好几碗目的的玉米 全部淹粉 这边也是 咱们去这边看看 让大家看一看有多惨 今年玉米不能说减产了吧 基本上就是颗粒无收了 大家看一下 看玉米结果 前面都已经腐烂掉了 稍微一掐都短 稍微一掐都短 里面都空心了 在地上前段已经下雨 留的苔藓还在这上面呢 那边有一个老伯 在那看他的地的 还有那边 那边你看那边 地上还有一些小水坑 水坑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鸟 不知道什么鸟 对于那个鸟那个地方看看 我不知道我过去 它们会不会飞走 咱们去看一下 看我去的时候 它们飞走了 我现在已经把镜头调得很远了 其实我离这个地方还很远的 你看还没靠近 它们都已经飞走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鸟 为了更好的排水 我们这把鹿都给挖开了 鹿都给挖开了 然后这沟里面全部都是水 沟里面的水还没下去 很新的地基都给挖掉了 到处是被淹死的玉米结果 根本就提不起来 一提就断 看一提就断 很脆 你看一提就断 全部都淹死了 不过挺欣慰的是 这还有一些 这可能是地势比较高吧 看一下 还保留了有两三亩的玉米 没有被淹死 但是产量肯定是 跟以往比不了 我让大家看一下 找个玉米棒 大家看一下 看 这些都死了 这些都根本就长不起来了 很小 好多已经发霉了 里边还有的发芽了 一头的沟里面的水 还在源源不断的 从地里面流出来 来看一下 有这些小水沟 也不济于事 该淹的还是淹 但是刚才那个水沟 全部都淹了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在那个地方 我现在又跑到这里了 你看这里 也是全部都淹了 淹死了 不得不说 在我们这边有一些地方 农民还是靠天吃饭的 虽然说现在已经农业很先进了 屏幕前的师傅们 你们那里的今年玉米 长生情况怎么样 很难想象在两个月之后 农民收割玉米的时候 心里面是什么自卑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